可能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芒片側部、正向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多謝收拼業的支持,很感謝你 現在香港的環境是不妥妥的 經濟環境是不妥妥的 有些新股來了香港上市之後 潛水潛得很厲害 現在就說一下茶百度 為什麼叫茶百度我覺得很奇怪 你有東西要茶百度嗎? 哈哈哈哈 那他那一件事就真的叫茶百度 那是潛水雜資王來的 那香港的社會氣氛是很差的 市場的氣氛是很差的 這個沒辦法了 我也一定要說 因為當然夏寶龍也說 李家超也說 香港是宇宙最光的太陽 李陸飛 哈哈哈哈 這些說法 我只能說有些缺乏科學常識 其實茶百度上市為什麼會倒閉? 其實金融時報有分析 金融時報就說 這就是香港最大IPO的失敗 金利鋒證券研究部 執行董事黃德基 他又有解釋 消費者對連鎖茶飲店來去匆匆 很難維持顧客的忠誠度 他今天可以買這間公司的珍珠奶茶或檸檬茶 明天就可以去另外一間公司買 這個說法是否合理呢 我的想法又不是很合理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看看做咖啡就知道 做咖啡真的可以有品牌的忠誠度 或者例如有些人去Starbucks 真的,那些人是喜歡去Starbucks的 因為我認識一些老人家都是這樣的 他們要喝咖啡要去Starbucks 他們是這樣的樣子,有些人是這樣的 這個忠誠度是怎樣培養出來的 當然是需要時間 還有要有些特色的東西 這個蜜雪冰城 現在都會在香港上市的 不只是蜜雪冰城 還有另外一隻叫古命控股 和胡尚阿姨 都會在香港上市的 市場競爭當然是激烈 蜜雪冰城在大陸有36,000間分店 規模就是茶百度的三倍 茶百度那裡 其實第一天的股價是暴跌四成 其實如果你是暴跌四成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這個股價是沒有妝的 或者是沒有實力的 因為如果一個妝有實力的話 它不會讓它第一天這樣跌 一定會護著盤 你在香港現在結果搞到這樣 其實有些事情是不是方不擇路了 我是不知道的 有些人現在出來說了 就說香港的市場氣氛是太差 其實我也要不得不承認 這是事實 香港現在的市場氣氛是不妥的 而特區政府的官員真的好像不理會 這件事我看到其實是很深刻的 有些事情應該是會出來回應的 舉個例子是什麼要出來回應呢 因為在大陸又有學者 在22日的時候就出來說 他就說香港要發展和人民幣掛鉤的第二港幣 你跟人民幣掛鉤的第二港幣有什麼用呢 其實實際上是沒有用的 如果你在香港要有第二種貨幣後備的 你根本就一定是用人民幣的 那你為什麼要把第二港幣做出來呢 這是沒有必要的 而且在大陸有學者說這些關於聯繫匯率的問題 特區政府是從來都沒有回應的 其實是 這些態度是給不了信心的人 財金官員這種態度是給不了信心的人 也感謝DOSA你的支持 Karen Chen說 所以香港人遲早就變成非洲難民感 吃不飽、穿不暖 現在會不會這樣?我不知道 會不會這樣?我真的不敢說 因為有些事情的處理手法 你看到不是很妥 查百度這次財金官員 他們認購不足的 其實這個 即是 現在是0.5倍的認購 這次是 他本來想集資26億 發行價每股17.5倍 但是認購只有0.5倍 其實是733萬5600股 其實是暴跌的 其實是 這次 做了一單查百度之後會很嚴重 為什麼我說會很嚴重呢? 就是 你之後香港 會不會被人選擇來做IPO? 看上來不會 如果大陸的公司真的要集資的話 他說 他現在不用找香港了 現在 其實是 很嚴重 其實就是 香港的 市場氣氛很糟糕的說法 是什麼媒體報出來呢? 就是日經 日經訪問了一個 幫 查百度 不是百度 查百度上市的銀行家 日經的說法就是 他報出來的英文說法 I'm speechless 那個銀行家說的 就是 我無言以對 就是 The market sentiment is so bad 就是 香港的市場氣氛太嚴重了 太糟糕了 其實 查百度他花了這麼多錢 他沒辦法不上市 更加硬著頭皮也要上市 還有 這隻東西 莊家實力明顯是不夠的 就是 那些 Keystone 投資者 沒有鎖定他們的資金 現在是 這個查百度 其實現在是 大陸第三大的茶飲品牌 他08年的時候已經做了 在大陸有八千多間分店 每年營業額是358億人民幣 其實 超哥 他之前出席行政會議之前 有見記者 他就說 中國企業會為香港IPO市場 注入更多活力 港交所審批近一百宗上市申請 李家超就說 多間國際會計師樓就預計 就是 今年香港IPO市場集資額 就會超過一千億元 其實 香港 今年第一季 港股IPO集資額 只有47億 是第四年 連續跌的 疫情期間跌其實是正常的 數字不太好 但是疫情期間也不完全是跌的 2021年其實是非常帥的 2021年是國安法立了之後 你要記得是 數字是很漂亮的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那些人說國安法搞壞經濟 那我也說 不關事的 其實你立國安法這件事情 本身的問題是不大的 那些人是可以接受 是你之後 立了國安法之後 你怎麼 在社會上運用這套法律 還有是不是有些 身分咕嚕 就是把這支定海神針 當成金剛棒的亂揮霧 這件事是很有關係的 那 風吹雞大學就說 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大家可以不用想回大陸生活 因為有人在做 把大陸的生活搬來香港 所以大家要準備 社報之類的東西 那婆虎就說 甲鋼上市可能比上市還差 現在證明了是 所以 你說會不會有其他公司 打退堂股 不肯定在香港上市 看到查百度這件事之後 我就告訴你一定會 這個是嚴重的 其實對香港來說 這個是嚴重的 這件事 查百度這樣搞一搞 其實 我的看法真的是嚴重的 那 港股 你說之後會怎樣 市場氣氛不好 但是 恆子也有機會會上升 為什麼呢 恆子也會上升 不少 又不要看太鼻孤 但是 新股方面 大家都要謹慎一點 不要說 新股上升 我一定去追 那些 不太行 我也老實跟大家說 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美股 這件查百度 其實 後續會有很多影響 不過香港有一個好處 我也要講 國內有很多大的企業 都在香港上市 現在你看到騰訊 那些 他直接下很多錢出來回購 那些 令到 股價 逐步去做 那些公司都逐步做回一件事 就是 令到股價 反映真正的價值 如果 反映不到真正的價值的時候 去做回購 其實是很正常的 這是好事 那你說 國內會不會有其他公司 都會做類似的事情 我希望有 我只能夠說 我希望有 因為現在 那個股值 反映不到 那個實際的價值 就是市場的價值 反映不到實際的價值 那他做回購 是很正確的 那些是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美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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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